加油小吃货,就得变着法子做各式各样的营养美食吸引小朋友的眼球 这款晶莹剔透的珍珠丸子不仅好看还非常美味 看似复杂,实则简单 动起手来,为家人分享自己的喜悦吧 新鲜前腿肉洗净剁碎 加入适量盐,蚝油,料酒,白胡椒粉,生抽,香油搅拌上进 加入适量湿淀粉继续搅拌均匀 加入少许食物油拌匀备用 马蹄去皮,葱洗净切脆备用 切脆的马蹄和葱利放到肉糜中搅拌均匀 糯米洗净,加入少许盐提前泡三四个小时后沥水备用 双手洗净,举一团肉糜搓成圆形 在糯米里滚一下 让肉丸粘满糯米,逐个做好 放入碟子中,枸杞洗净 放在肉丸上,锅里烧开水 放入做好的丸子,中小火蒸45分钟 关火焖5分钟出锅